好的 日前媒體報導有報導過一篇 一群多年與世隔絕 很少和外界交流的原始部落 他們叫做馬什科皮洛 他們就居住在密魯東南部的亞馬遜森林的深處 他們罕見的被人募集現身在河岸邊 而且過程是長達43秒 它引起是當地的關注 那外媒也爭相報導 這個馬什科皮洛部落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 也是與世隔絕的部落 人口大約有七百五十人 那當地的這個原住民的權力組織指出 他們跑出來的原因之一 可能跟部落族人的生活突然變得反常 那也有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通報 看到族人走出雨林叢林 來尋找食物的記錄 那顯然呢 就是有專家是來解釋說 他們是在躲避日益增多的伐木工人 那也因為這個新聞呢 這個曝光之後呢 也讓大家對於原始部落感到好奇 那像台灣呢有原住民的部落 大家都是蠻認識的 但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喔 在有一些偏遠的角落 還隱藏著很多過著很原始生活的人 那今天呢 我就讓就是在給大家介紹三個部落 一起來看看喔 那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桑提內爾部落 他們是居住在這個孟加拉的北桑提內爾島 那從這張照片就可以感覺到 其實他們對外來人是很有戒心的 他們是面對鏡頭的時候呢 是拿了這個長箭呢 是來瞄準目標 所以呢 他們也被稱為最排外的原始部落 那過去有發生過一名27歲的美籍的傳教士 他們當時呢 是他當時是為了想到這個島上來傳教 但沒想到才剛踏上這個沙灘喔 島上原住民就對他射來一陣的劍雨 當場是身亡的 那因此呢 可以推斷他們對任何外來者 都是保持一個敵對的態度 也是這也是世界上僅存 未接觸部落之一 再來呢 第二個是這個骷髏人部落 他們是居住在這個南太平洋上的 巴布亞新幾內亞 因為他們呢 是長期把自己化成像這個骷髏的模樣喔 其實蠻嚇人的 那他們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這個骷髏人的稱號 那也因為這種神秘呀 也有令人心慌的形象 也給當地的村莊 帶來了不一樣的特性 成功吸引到全球的各地遊客來關注 那一定很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好端端的 要把自己化成骷髏的樣子 是要為了防曬嗎 欸不是喔 其實是因為這種神秘的風俗呢 是要回溯到好幾年前 傳說呢 是有一個惡魔闖入他們的村莊 帶來了混亂跟恐懼 那他們當時為了對抗這個邪惡的力量啦 部落裡的勇士們呢 就將自己塗成了這個骷髏 以此來下退惡魔 那沒想到啊 這個計畫奏效了 也成為了部落的精神象徵 也因為這個特性呢 帶給這個部落觀光財 也讓他們跟文化文明的世界有了連結 雖然生活呢有了改變 但還是生活困苦 加上出生率蠻低的骷髏族人呢 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 目前呢 他們已經被列為全球瀕臨消失的 原始部落之一 那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蘇里部落 他們呢 是隱藏在這個埃塞俄比亞 他們豐富的文化當中 有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這個唇盤的傳統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這個女生呢 這個嘴唇都是已經放入 這個蠻大的盤子 看了就其實有點痛 但是對於他們這個族裡的女性來說 這是他們美麗的象徵 也是身份地位的標誌 而且他們為了可以插入盤子 他們需要動刀 把嘴唇跟牙齒來分離 那隨著年齡的增加 盤子也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看到這個照片 其實真的是蠻嚇人的 但也是對女性的一種折磨 但是對於蘇里族人來說 這唇盤越大就越美 結婚的時候呢 也能拿到高額的聘金 不過呢 在這個傳統當中 在年輕一代的蘇里女性中 變得越來越少見了 因為這個呢 就跟以前裹小腳一樣 都是對女性的一種病態的美 所以隨著時間的推進 其實有一些部落 開始接觸到一些新事物之後呢 確實就會有一些衝突和變動 我們來看看這個案例 其實蠻有趣的 馬斯克星鏈 深入亞馬遜叢林 部落年輕人顧著滑手機 結果不打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馬斯克成立這個太空工太空的科技公司 SpaceX 二零一五年 他發起了這個星鏈 STAR LINK計畫 希望在地球的地軌道上 部署上萬顆小型的衛星 這種衛星比起傳統大型衛星更接近地球 二零二二年STAR LINK首度 進入南美洲部署 很快呢 就將這個信號覆蓋範圍 拓展到亞馬遜雨林的深處 結果影響到這個馬魯伯部落的人民 那這是呢 一個人口大約兩千人 曾經是亞馬遜最大的原住民群體之一 他們當時呢 第一次體驗到網路的便利 卻也為這個數百年來的這個 傳統生活方式帶來了衝擊 那一開始呢 馬魯伯倫 他們其實就是會去打獵啊 自給自足 但是但是直到 他們連上這個高速網路感到心情的之後呢 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 網路的負面影響也逐漸地浮現了 年輕一代呢 開始對打獵失去了興趣 反而沉溺在這個網路遊戲和社交媒體 變得越來越懶散了 結果部落的領袖呢 就非常的傷腦筋 趕快開會討論 想出對策 最後呢 是部落的領導人制定了這個規則 每天呢 上網時間表示有每天早上的兩小時 和每天晚上的五小時開放網路 周日呢則是不受限制 那其實這個案例呢 其實也告訴我們 傳統和現代其實也是可以共存的 雖然有點有趣 但是也有一點動盪 但是最後做出改變 也能夠保住這個原有的文化 那以上就是這集的新聞特報 分享給您 我們再將時間交還主播 一個人成功的 例子 绝戀